第五題 第五題當時有行星 讓太陽做團可到運行 下面的敘述哪個正確 A 行星由B點 B點位置近C點 至D點 至D點 時間等於什麼 等於由D點 經A點到B點是錯的 因為它是等面積速率的 單位時間掃過面積固定 這塊面積比較小 這塊面積比較大 所以這跑得比較快 所以不一樣 所以A是錯的 A點的速率 A點的速率 等於C點數 就是介於錯 為什麼 因為腳動量會手容 那腳動量手容的話 因為這R比較小 所以這V會比較大 這R比較大 所以這V比較小 所以B也是錯的 C在V點的速率 等於在D點的速率 這個對啦 在這裡的速率等於在這裡的速率 為什麼呢 因為腳動量手容 所以 你的腳動量 這等於多少 等於是RMV3C在 RMV3C在 R現在是R RV是往這邊 所以C在應該是這個腳 本來應該是這個腳 C在這個腳 就等C在這個腳 就等C在這個腳 那R3C在這等嗎 這等這一段 這一段是半短短 所以R3C 這乘起來是V 所以是等於 MVV 這裡也是MVV 所以這兩邊它的速率是一樣的 因為這兩邊的V是一樣的 所以V也要一樣 腳動量手 所以這個C是對的 我們看B 在A點的區域半徑 在A點的區域半徑 等於在C點的區域半徑 這個對啦 這個區域半徑 這個東西的話 要正的話 也可以啦 就是說 這區域半徑 跟什麼有關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AC有沒有 AC是等於那個 R分之不一樣 這個R的話 就是真正的區域半徑 分之不一樣 那我們知道 這AC就是什麼 向近交互度的話 這裡交互度 就有向近交互度 所以這交互度的外有力 乘正比 那外有力的話 跟R平方是乘正比 R平方分之一乘正比 所以這個是 跟R平方分之一乘正比 所以這個是 跟R平方分之一乘正比 但是我們知道 這腳動量手 腳動量手 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RV RV RV是等於長處 這裡的RV 跟這裡的RV 是一樣的 也就V的話 跟R是乘環比 也就這個 跟什麼乘環比 就是說 喔 這不對 這個R是大R 大R是區域半徑 這個小R的話 是這個長度 所以 這個就跟什麼 跟R分之一 這個長度 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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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是 是相對這兩個 因為 因為 在這裡的話 它RV是長度 這R的話 是這個R 不是區域半徑 這REV 等於這RV 一樣的 所以的話 我們是比較這兩點 比較這兩點 它的RV是一樣的 然後這個 這個R的話 這個加速度 跟這個R是乘環比 所以得到什麼 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R分之一 跟什麼呢 跟R分之一乘以 R分之一是乘數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是常數 因為這可以別掉 所以R分之一是常數 代表這兩點 它的區域半徑 事實上是一樣的 不過的話 從圖形來看的話 一個橢圓 這兩個端點的區域半徑 大概一樣 這兩個區域半徑也不一樣 因為它是左右對稱的